Hi 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 我要和大家聊聊InDesign 它是Adobe旗下一款知名的版面设计软体 我将会带着大家熟悉里面的基本操作 并且完成一份简单的杂志版型设计 当我们启动了InDesign之后 我们首先到左侧点击新键按钮 并且选择一个作品的分类 譬如列音 然后在底下指定文件的尺寸 或是在右蓝输入制定的宽度和高度 在这个范例中 我将文件维持直向的设计 装定的方向设在左边 至于页数的部分 如果今天我们设计的是名片或传单 我们可以把页数直接设为两页 而如果要制作的是书籍或小说 那么对页的选项必须勾选起来 而页数则可以随意先输入一个数值 之后再依据需要来增加页面 在界面的底部还有一个初选的设定 所谓初选是为了防止文件在裁切时 因为机器的误差导致白边的产生 所以将文件的底色或底图略向外侧延伸 来确保最后的成品能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里我将初选的大小维持预设的3公里 然后按下边界与栏 进入到InDesign主要的操作界面 在这个画面中文件外侧的红框就是初选的范围 而内侧紫色的细框则是所谓的边界 你可以依据版型的需要调整边界的大小和栏数 而这里我保持预设值不变 按下确定 我打算在文件的封面页插入一张图片 于是我到左上角打开档案选单 点击置入 选择图档之后 在画面拖曳滑鼠就可以将影像置入到文件之中 此时如果我们按住键盘的力不放 切换到放大进工具来将画面拉近 你会发现即使是高解析的图档 InDesign会因为要提升检视效能而降低了它的画质 如果你想要以原画质来呈现的话 你可以在效能的选单中切换到高品质就OK了 我按下快速键Control或Command加0 切换到原来的检视比例 相对于其他的设计软体 InDesign有个特别之处 就是当我们用滑鼠拖移图片的边角时 你会发现只有图框会变大 影像仍保持原本的尺寸 如果想要调整图片自身的大小 我们必须先点击一下圆形的图标 或是双击滑鼠左键 使图片产生缩放的控制点 我按住Shift键不放锁定影像长宽的比例 此时你会发现图片超出外框的部分 会被遮蔽起来 也就是说图框本身就像是一个裁切范围 透过范围的调整 我们可以决定图片要展示哪些区域 如果你想要同时调整图片和图框的大小 你可以按住Control或Command键不放 拖曳边角的控制点 此外InDesign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叫做符合 里面有好几种填满图框的方式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 内容感知符合这项功能 它采用了机器学习的方式 能依据图片与外框的比例 找出最适合的构图 一旦图片调整好大小之后 我们可以用右键选单将它锁定起来 以免不小心动到它的位置 点击左上角的锁头 则可以将图片解锁 接着我打算在画面中绘制一个简单的矩形 同时我到右侧的面板随意套用一个内建的色彩 矩形除了可以做一般的放大缩小和旋转之外 你会发现它在角落还有一个黄色的控制点 点击之后我们可以用滑鼠拖曳来做出一个圆角的效果 如果按住Shift键不放来进行拖曳的话 则可以产生单边的圆角 另外针对矩形 我们还可以在右侧的面板调整它的不透明度 也可以套用设计软体中常见的阴影或光晕等特效 当我们打开填色面板的时候 你会发现面板内有两个黑色的色票 一般像设定内纹的色彩时 我们使用的是下面的黑色 而上面的平板标示色 则是印刷公司在对齐色版时才会使用的到 不过当文件中如果有大面积的黑色 在送印时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列印出来的黑色会变得比较淡 而且底图的内容会浮现出来 对此我们可以稍微修改一下黑色的设定 就是除了黑色的油墨之外 我们可以另外混入其他三个色彩的颜料 不过要注意这四个颜色的种子 加起来不要超过约200% 以免油墨不易干燥反映到其他的纸张 由于InDesign预设的颜色并不是很多 因此我们可以善用一些其他的工具 来添加更多的色彩 像是Adobe Color 这个功能中有一个探索标签 里面有一些配色组合 可以让我们加入到色票面板 此外如果我们在网路上看到一些不错的色彩配置 我们也可以将它们截图到InDesign里面 然后利用工具列的颜色主题工具 点击后就可以将这些颜色转成色票 甚至他也可以用来分析照片的颜色组成 让我们在排版时能产生更多的配色灵感 OK 我将封面的矩形套用刚截取到的米色 然后将它扩张到整个版面 堆起四周的出血线 这个底色我打算放到图片的后方 于是我在右键选单利用排列顺序的指令 来将矩形移至最后 或者我们也可以在视窗选单中打开图层面板 来调整图形的上下顺序 OK 接着我们来替杂志的封面加上一个文字标题 我使用文字工具在画面中拉出一个方框 然后在里面输入标题文字的内容 标题的颜色 字形和大小 我们都可以在右侧的面板中进行设定 它整完毕后如果发现标题消失了 就代表文字框需要再加大一些 只要熟悉了以上的操作 我们就可以重复相同的步骤来完成封面其他的文字 接下来我们来新增杂志其他的页面 我到视窗选单中先开启页面这个面板 在面板的底部 我们可以藉由加号的点击来新增空白页 如果一次要增加多个页面 我们可以利用右键选单 执行插入指令来输入新页面的数量 同样的如果要删除页面 我们也可以从右键选单中来执行这个操作 这里我对着页码双击滑鼠左键来跳到第二页的位置 并且按下置入的快速键 Ctrl或Cmd加D插入一张图片 除了一般的矩形图框之外 indesign还有一些其他造型的外框可供我们切换 甚至我们还可以使用钢笔工具来在外框的路径上 新增节点 或是删除不需要的节点 最后我再利用白色的箭头工具 将图框拉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至于框内的图片 我们可以使用符合指令来快速修正图片的大小和位置 下一步我们来为目前的页面建立一个文字标题 我随意输入了一行文字 并且利用Shift加Enter键将文字分成上下两行 然后我到右侧的面板换了一个字形 套用粗体 大小和行距都设为90 对齐的方式设为靠左 最后再利用底下的栏位调出第二行缩排的效果 以上的设定我们可以把它们整合起来 变成所谓的段落样式 同时为这个样式设定一个容易辨识的名称 如此之后 如果我们建立了其他的标题文字 就可以套用这个样式来维持设计的一致性 除了段落样式之外 你会发现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字元样式 两者主要的差别在于段落样式 套用的对象是整个段落 而字元样式的对象可以是段落中的字句 举例来说 如果把标题的第一个单字套用墨绿色 然后将这个设定储存成一个叫做绿色标题的字元样式 那么之后凡是要填上相同色彩的标题 就可以直接套用这个字元样式 OK 接下来我打算在标题的底下加上一些内文 如果临时需要一些文字来模拟排版的效果 我们可以利用indesign本身的预留文字功能来填满文字的方框 这项功能同时也支援了多种语言 我们只要按住control或comment键不放执行这个指令 就可以选择其他的语言来作为填充文字 当我们将文字框的范围略为缩小时 你会发现在文字框的右下角会跑出一个红色十字 代表目前的外框并无法完整显示里面的文字内容 对此你可以用滑鼠点击十字之后 在旁边建立第二甚至第三个文字框 让多余的文字流到新的范围 有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借由显示串联文字这个指令 来显示文字框之间的连结关系 OK 这里我将多余的文字反白后删除 并且将这些内文做一些格式上的修改 略为加大航高 加大与前后段的距离 然后我把这些设定同样储存成一个段落样式 方便之后套用到其他的内文段落 目前内文的区域与右边的插图有部分的重叠 如果你希望文字能够自动避开图片的话 你可以将这张插图选取起来 到属性面板启用绕图排文的功能 Intersign提供了五种文绕图的选项 你可以从中选择一个适合的设定 并且是排版的情况加大图文之间的距离 不过你会发现文绕图的功能同样也排挤到上面的标题文字 如果你想让标题不受绕图排文的影响 你可以在右键选单中 执行文字框选项来启用忽略的功能 就可以让标题文字正常显示了 OK 除了填充文字之外 Intersign还有一个类似的工具 可以让我们实现规划图片的位置 而且当我们在拖曳滑鼠的时候 如果按下键盘的方向键 就可以产生切割图框的效果 关于图框之间的空隙 Intersign同样有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小工具 我们只要将游标放到间隙的上方 就可以移动它们的位置 如果按住shift键不放 则可以移动单一的空隙 按住out或option键不放 可以移动图框 最后按住control或command键不放 则可以调整间隙的大小 虽然这里有六个图框 但实际上我们不一定要为每个图框 准备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将多个图框选取起来之后 打开物件选单 把它们转换成所谓的复合路径 使这四个图框变成一个大型的框架 然后我按下control或command加d 选取要置入的图档 利用键盘的左右方向键 则可以切换要插入的图片 最后我们可以使用符合指令 来调整图片的位置和尺寸 再到右下角建立一个文字段落 就完成这一页的设计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文字汇入的方式 由于indesign本身的界面 并不适合拿来做文字的撰写和创作 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字内容 先储存在Word文档 再置入到indesign里面 在汇入界面的底部 有一个显示读入选项 勾选之后indesign可以让我们选择 是否要汇入目录和索引的内容 以及是否要保留原始文件的格式 接着我在边界的角落点击滑鼠 就可以让文字填满左侧的页面 同样的 由于这个文字框装不下所有的文字 因此我们必须点击右下角的红色加号 来将多余的文字流到隔壁的版面 只是这个方式对于长篇文章来说 一页一页的建立显得过于麻烦 因此indesign还提供了一种自动排文的功能 我们只要在汇入文字的时候 按住shift键不放点击滑鼠 indesign就会依据版面的结构自动产生文字外框 必要时也会自动新增页面来呈现全部的文字内容 最后如果你希望在汇入文字时 能够精确的控制每一页的字数和行数 你可以在底部勾选套用隔点格式 这个功能看起来就像是一张作文的稿纸 我们可以在右侧的面板中控制每一行的字数 每一页的行数 也可以调整隔点栏位的数量哦 OK在进行平面的图文排版时 许多设计师会偏好使用所谓的网格系统 使编排的过程更有逻辑和效率 而要在indesign建立网格 我们可以到左上角打开版面选单 来执行建立参考线 网格的栏数和列数 你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划分 另外如果你想要避免不小心动到这些参考线的话 你可以到检视选单内将这些参考线锁定起来 接着我将目前的跨页复制一份 准备利用网格来建立这两页的内容 我首先启用矩形框架工具 在打算要插入图片的位置拉出一个图框 这些图框会自动吸附到背面的参考线 因此在操作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直觉流畅 下一步我到工具列切换为文字工具 同样沿着网格划分出文字的范围 如果你觉得参考线很容易遮挡住文字外框的话 你可以按下Ctrl或Command加分号 就可以关闭参考线的显示 另外按下键盘的W 则可以切换到文件的预览模式 版面规划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在里面填上图片和文字的内容 我首先输入一个章节标题 然后到右上角套用先前制作好的标题样式 再将标题的第一个字套用同样的墨绿色 下一步我按下Ctrl或Command加D选取内文的文档 如果你希望文字能依照阅读的顺序 专流到不同的页面 你可以按住Alt或Option键不放 点击滑鼠来建立文字框的连结 至于文字的外观 我们同样可套用先前设定好的内文样式 而如果你想要将文字套用分蓝的效果 你可以在右键选单中执行文字框选项 再输入想要的栏数就可以了 OK 我们继续来插入页面中的图片 同样的我们只要使用滑鼠点击图框 就可以将影像依序汇入进来 至于图片的大小则可以使用符合指令 来快速的进行调整 另外如果你想要替插图加上淡出的效果 这里不需要用到Photoshop这类型的影像处理软体 我们只要到工具列启用建成语化工具 再到图片的上方拉出一条垂直线 就可以产生淡出的效果了 最后如果你需要在页面中建立一个类似引用文字的小型标语 我们可以先新增一个段落样式 然后进入到样式编辑的界面 我将文字的大小和行距先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再切换到段落阴影的类别 这个功能可以在文字的后面加上一层底色 同时我们可以藉由偏移量的调整 将原本的背景转变成标识的线段 而且最酷的是 由于这个功能是依附在文字的段落 因此当文字增加的时候 左边的标识线也会跟着延长 OK 最后我们花点时间来谈一下页码和目录的制作 首先页码的部分 由于它会重复的出现在不同的页面 因此很适合用主板这个功能来进行设定 所谓主板 它就像是一个文件范本 如果我在主板内建立了一个网格系统 那么所有从这个主板衍生出来的页面 也都会继承这个效果 当我们开启页面面板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个页面都标注了一个A 代表了这些页面都是受到了A主板的控制 如果想要编辑A主板的话 我们可以对着它双击滑书左键来将它开启 在主板内建立页码之前 如果你不希望这些数字被其他的图片遮住 你可以打开图层面板 建立一个新图层来放置页码或其他的内容 接着我使用文字工具 在主板的左下角拉出一个方框 然后执行文字 插入特殊字源来置入目前的页码 至于页面的右半侧 我们可以按住Alt或Option键不放 将页码复制过去 如此当我们回到杂志页面的时候 就可以在两侧的角落看到页码的标示 只是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杂志的封面同样也跑出了页码 对此我们可以按住Ctrl或Cmd加Shift点击页码 就可以选到这个文字框 然后再按下键盘的Delete就OK了 在indesign中 一份文件可以同时拥有多个主板 因此如果想要针对某几页加上页首的文字 我可以将A主板利用右键选单案复制一份 然后同样使用文字工具拉出一个方框 来输入页首的内容 设定完毕之后 我将B主板利用拖曳的方式来进行套用 于是这些页面就会显示页首的资讯 OK 最后我打算在封面与内文之间插入一个空白页 用来放置杂志的目录 由于先前我们已将标题套用了章节标题样式 因此我们只要把这个样式的文字 转换成目录就可以了 于是我到版面选单来执行目录的指令 在目录的开头 我们可以为它建立一个标题 并且为这个标题设定一些基本的格式 然后我将章节标题加入到左栏 代表目录的内容是出自于这个样式 至于目录文字的外观 我们同样可以为它建立一个样式 来设定文字和行具等属性 最后在底下有一个强制分行的选项 我们可以将它构选起来 让原本为两行的标题能变成一行 如此我们就可以在页面中 拉一个方框来产生目录 不过这个目录目前有一个小瑕疵 就是它的颜色会继承原标题的色彩 如果你希望目录能维持简单的黑色 我们可以把原标题所套用的绿色样式先设为无 然后进入到章节标题的编辑界面 切换到首字放大的类别来新增一个辅助样式 样式的规则是将绿色套用到第一个单字 如此这个标题在外观上看起来跟之前没什么不同 但是当目录在经过更新之后 绿字的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到目录内文的编辑界面来替目录设定一个定位点 如此就可以使里面的页码能够上下对齐 另外如果你在排版时需要将某些页面进行页码的重设 你可以对着该页面执行编页与章节选项 在对话框内我将其实页码设为1 同时替这个新章节随意设定一个自首 如此就完成了重设页码的操作 OK在输出整份文件之前 我们必须现在界面的底部检查是否有任何错误的讯息 如果有的话 这些错误会显示在预检面板 像是原始图档的遗失 或是文字框无法显示全部的文字等 你可以依照底部的建议来修正这些问题 像是将图片重新连接到原始图档的位置 而当问题全部修正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档案选单 来将这份文件输出成PDF的格式 在PDF的对话框内 我们记得要启用出血的功能 而其余的设定大部分可以保持预设值不便 或者你也可以参考各个印刷公司所建议的PDF设定 OK那今天关于InDesign的介绍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